穿搭呢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个裙子 我也是把它做三种不同的 那首先是原本lookbook这种比较甜美的法式的感觉 我就是搭配了一个复古的这种棕色包包和复古的这种棕色的靴子 然后这种穿搭呢我觉得不挑人吧 就只要你身材允许可以穿这种比较紧身的针织的裙子 都是可以穿的 裙子的颜色可以选择各种颜色 因为像Single Rachel它还有黑色的红色的 就是这个芥末黄绿色的颜色呢是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肤色的 因为红色呢可能就会比较像过春节 或者说比较有一些节日气氛 像小飞裙的话我觉得也是不挑人 但是没有这个黄色这么特别 然后呢法式的话就是跟棕色系的搭配嘛 那我自己在做其他风格搭配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怎么做呢 它的这个黄绿色非常像BVE有一季主打穿搭的颜色 BVE也其实有很多这种紧身的针织连衣裙 所以我就说哎干脆做一个BVE的这种穿搭就很简单 配饰换一下鞋子包包换一下就好 就是配饰的话我就是把珍珠项链和比较精致的这种小项链 换成了那个像袖场一样 它只是带了一个耳饰 手上呢就是手镯要带的比较明确一点 就是比较大的手镯这样 然后靴子换成BVE的靴子 像这季的袖场搭配的话 针织裙搭的都是比较大的包 那刚好上一期我有跟大家分享买了一个lamec的大包 其实它的风格在侧背的时候也很像BVE秀场的这个感觉 除了BVE的方向还有一个Yves Saint Laurent的方向 但是Yves Saint Laurent呢是另外一种 Yves Saint Laurent是女性化的非常女性化 但是它女性化的非常的有攻击性 就是明确的告诉你我很有吸引力这种感觉 所以它在搭配的时候 靴子我也是也换成了这个膝部靴一点 也是需要比较力挺尖头的这种靴子 然后项链的话我就是搭了现在像秀场一样 选了一个这种很明显的大的金色的项链 就是跟我参考的一个秀场穿搭是一样的 包括头发 就是这个地方头发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要把它扎起来比较利落的样子 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条法式的裙子 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法式风格 一个是甜美的 一个是比较中性的 还有一个是很女性化 但是很有攻击性的这种 我自己是觉得这风格没有谁好看 谁不好看的这个分别